这个白发苍苍的女人,向三千万年后的人类,发出了地球即将大一遍的警告,并宣称,只有复活曾是地球守护神的光之巨人,才能阻止地球毁灭,可在讲到复活巨人的办法时,老女人的影像却消失了,没有办法,应对怪兽灾害,以及地球外生物侵略的胜利队,只好靠自己找到了巨人所在地。 与此同时,女人预言里的两头怪兽,竟也不约而同地向着巨人所在地前进,胜利对众人只好加快起劲力,然而到了目的地,却怎么也找不到预言中的金字塔。 这时,那个名叫大谷的队员,借由老女人的呼唤,发现了目标,并且不顾队友劝告,硬是逼着所有人都进入了金字塔,只见三个超古代巨人的石像正屹立其中。 可由于两头怪兽已经等在外头,众人无奈只好先行撤退,眼睁睁看着其中两个石像被毁,终于看不过去的大谷,开着飞昆便上去忙。 然而众所周知,大谷有着再具杀手的美誉,这台飞昆就这么爆炸了,而大谷也在爆炸前,被熬成汤,飞入了最后一个石像体内。 就此睽违三千万年,地球的守护神终于苏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与老女人起了争执,只因他还未接受自己被熬成了汤的事实,还一度把裤裆里掏出的Ur25周年神光棒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来泄粉。 可事实证明谁都逃不过真相定律。 另一边,由于矿工们被山洞里的怪兽变成了石头,武装改造完成的胜利队再次出动,可面对怪兽的连环攻击,飞昆有一次被击落。 关键时刻,二号飞昆即使顶上消灭了怪兽。 事后为了满足绝景队员再来一发,指德克萨斯光线的奇怪要求,新的怪兽已经出现。 这一次,他没有给到胜利队再来一发的机会,大补只好单起重责,再一次变成巨人迎击。 面对映如磐石的怪兽,大补显然已经把既然如此。 一开始就用红色形态作战不就好了这句话给抛住脑后,而就在即将被变回石像之际,他总算想起了自己的治理名,并最终以一记迪拉休姆光留送了两只脚的怪兽去见一只脚的怪兽。 回到基地后,大补提议要给巨人起个名字,认为他像山一样巨大的副队长,宗芳提议叫他巨山超力霸。 然而是个人都知道,其实宗芳根本不会起名字,于是大补只好说出了巨人的本名,迪加奥特曼。